这一次呢 全红禅几乎所有的人都记住了 她还年纪特别小 你怎么评价你的小师妹 尤其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你近距离的还看她的表现 但是这一次很遗憾她没去香港 小师妹 全红禅她确实这次奥运表现得非常好 我想全 全 所有人也看到 她在就是奥运赛场上的那个表现 真是无懈可击 就是每一个都是满分 我们当时在现场都是看到了 都是觉得不可思议 就刚刚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小朋友 可以表现得这么好 没有压力 在奥运赛场上可以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翻回出来 我们当时都觉得为她感到骄傲 当然虽然她这一次没有来到香港 没有来跟奥运代表团一起来到香港 但是其实我们也有另外两个跳水的男孩子也来 他们也在奥运赛场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加上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很优秀的运动员来到香港 希望也有更多的机会 让更多的运动员可以来到香港 跟本地的青年人 本地的运动员更多的交流 这样也会给到大家更多的鼓舞 一种非常正面的一种力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